做情人的五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暧昧期 确认过眼神 遇见了对的人 彼此互相吸引 慢慢靠近 这一步点燃了爱情的小火苗 彼此交换联系方式 开始通过电话 微信等方式 慢慢渗入对方的生活 聊天是一步步的试探 一点点的言语聊拨 却嘎然而止 不敢过分冒进 生怕唐突了对方 心里像揣了一只兔子般 忐忑不安 又像含了一颗蜜剑般甜滋滋 在揣摩透对方的心意 有了一定的把握后 双方才会迈出第二步 第二阶段是激情期 热恋期的情侣如干材烈火 满腔的爱意 往往能让彼此沉迷其中 无法自拔 热恋的爱意 能蒙蔽对方的双眼 另一半在自己眼中 自带美颜滤镜 一切都是如此的完美 如此的切合自己的心意 甚至许下相逢恨晚 此生不患的承诺 对方为了彼此能献祭自我 此期自身利益来成全对方 也许烽火戏诸侯 也不是玩笑呢 第三阶段是无奈 热恋的高温退去 失去美颜滤镜的对方 露出了真实的模样 原来她也有着这样那样的小缺点 再加上现实的压力 两个家庭的磨合 使这段爱情进入了瓶颈期 即使是彼此相爱 却因为种种因素 而得不到美好的结局 这种爱而不得 失心裂肺的苦楚 令人无奈叹息 第四阶段是无尽的煎熬 身处这个阶段的恋人 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内心虽然挂念的彼此 却已经不在一起了 思念如潮水般向你涌来 难受到窒息 却无法解脱 可念而不可说 相爱却不可得 如小火熬中药 越熬越苦涩 生起过无数次 想要联系对方的冲动 却又被理智压下 希望自己能快速忘记 对方得到解脱 却犹如溺水之人 牢牢抓住最后一块腹板 矛盾 挣扎 煎熬 其中苦涩实在难以言说 第五阶段 剩下的只是痛苦 不管曾经爱得 多么轰轰烈烈 刻骨铭心 此刻只剩下 内心的一片荒芜 知道一切都无法挽回 不得不接受彼此分离的结果 以往的幸福美好 都要埋藏于记忆 随岁月风化 彼此怀着沉重的心情 整理好各自状态 各自前行 偶尔回头看来 心中泛起振振心酸与甜蜜 爱情是一场修行 我们步入其中 感受爱情的酸甜苦辣 无论最后是否能修的正果 都是一段值得回忆的经历 愿你我在这爱情的修炼场中 早遇良人